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 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只疗剂了 好了 今天又再和大家介绍 另外一只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这个疗剂的名字叫做 Upartorium Perfoliatum Upartorium Perfoliatum 团一团 E-U-P-A-T-O-R-I-U-M Perfoliatum P-E-R-F-O-L-I-A-T-U-M Upartorium Perfoliatum 这个疗剂的英文族名叫做 Boneset Boneset B-O-N-S-E-T Boneset 或者叫做Thoro Wood T-H-O-R-O-U-G-H W-O-R-T 中文的翻译叫做 嵐草 乱草 或者叫做 菌叶 嵐蓝 Pardon Boneset 名叫做 Upartorium Perfoliatum 为何今天要与大家特定介绍这个特别的疗剂呢? 最近你知道,香港亦经常谈论, 又说回十年前的沙士流感的历史, 这个疗剂其实是对流感非常有效的, 其实流感的疗剂, 在我们以前也和大家介绍过的, 其中在大家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流感的事故, 发生在1918年,1919年, 当时全球性的流感是大概死了几千万, 估计是四千万或者六千万, 总之是差不多三分之的人口都中焦, 死亡的数据也非常之高, 当时在医学的记录上, 曾经有一位同学疗法医生, 将当时医院病历的记录做出一个分析的比较, 统计是有二万四千种流感案例, 在当时的所谓对抗性医疗, 俗称西医院治疗, 死亡的数据也差不多是28.4%。 而另外二万六千种流感的个案, 是在当时不同的同类疗法医院的病历, 当时在同类疗法医院治疗当时的世界性流感, 是在同类疗法医院的死亡率, 只不过是1.04%。 相信这个历史的事实, 在香港一般的传媒, 不要说香港一般, 是大部分的, 是在主流的传媒, 西方传媒都绝少提及的。 我们当然, 香港人最近又再提及沙士, 死亡人很多, 我最终都可以承认, 当时用的里巴韦琳, 对当时的沙士是没什么效果的, 亦都开始承认, 因为用那个类固唇用得太早, 导致很多骨灰的后遗症,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行内的人, 一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是医疗的手法错误, 导致很多病人死亡, 正如在1918年, 1919年的当时的世界性流感, 当时的主要的治疗工具, 其实就是亚士不灵,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如果用亚士不灵, 是处理一些病毒性引起的, 呼吸系统的问题, 包括流感, 它会出现一种, 叫做Ryth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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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病, 死亡率是近一半的, 就算不死, 都伤残得很厉害, 其实当时, 为何死亡人死亡呢? 主要是当时的处理手法是错误, 他只会用亚士不灵, 亚士不灵, 亚士不灵是对于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的问题, 是很危险的, 是不应该用的, 所以当时的死亡的人, 通常都是年轻的那些, 年轻力壮的那些, 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那些, 死亡的人大部分是属于年轻力壮的一群, 就不是我们小孩子, 或者老人家, 身体残缺, 反而死亡的人不是那些的, 当时的痛爱疗法的医生, 主要是用两种药, 这两种药, 我之前, 在我们灵丹尿药之前, 都介绍过的, 一种叫做Gelsemium, G-E-L-S-E-M-I-U-M, Gelsemium, 黄素星, 另外一种叫Brionia, 欧树玉, 我翻译欧树Brionia, 其实当时的痛爱疗法医生, 主要是用这两种疗剂, 就主理了当时的, 所谓杀人无数的流感,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只要是适当地, 或者懂得及早用一些正确的医疗手法, 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病, 是值得那么可怕的, 始终我们现在的医疗制度, 始终都是主要用, 所谓叫对抗性的垄断之下, 很少人有机会, 是用到一些其他安全有下的方法, 那我们今次, 再跟大家介绍这个疗剂, 原来这个疗剂, 是对付流感的症状, 是非常之有效的, 这种Eupatorium, 是其中可能说, 十大流感药里面, 是排排第五, 头那五种, Josemium, Brownia, Eupatorium, Athenecum, Rustox, 这些全都是很用得着的流感的疗剂, 好了, 很多时候, 我们用疗剂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会配错疗剂, 原來這療劑混合了很多療劑的症狀 例如鱗的症狀 因為日盾的人很喜歡喝口渴 喜歡飲凍夜 可能喜歡吃冬雪糕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operator 症狀 也有點像那些諸西米 那就是黃素星 因為諸西米的症狀 温温痠痠,很累,很典型的流感症状 亦有些像欧树鱼,Brionia 通常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是很严重的头痛 一咳咳就痛,一咳咳就会痛 亦都很喜欢喝大量的冻水 这些都是一个Brionia 的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流感,我们会用了其他药 其实我们应该是用这种Yupatorium 好了,Yupatorium 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关键症状 就是周身,肌肉和骨痛得很厉害 记住,如果你遇到流感,或者任何症状 包括肝炎,或者药疾,Malaria 等 或者痛风,但是重心的症状 就是觉得周身骨,或者肌肉是很严重的痛 痛得很厉害 这种这样的骨痛,肌肉痛都很严重的 这个就是Yupatorium 的主要的关键症状 Yupatorium 我也叫做Bone Set 或者叫做Break Bone Fever 或者叫做Break Bone Fever 就是骨折发烧 就是骨折发烧 就是骨头断那种感觉 叫做Break Bone Fever 这种类型的发烧 这种类型的发烧 Yupatorium 是一个很主要的关键的指引 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 就是因为患了感冒 之后身体整体就变差了 我们在医疗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很可能 是会根据病人的整体症状 去找一个整体的体质疗剂 你会发现它很可能 大部分的症状 都好像可能是癌型的人 你用的 你分析它的资料 你会用到癌的疗剂给它 但发现始终 它有些地方得了 但是主要骨痛的症状是不好的 如果你是追问下去 你会发现原来它这个症状 自从它有一次某一年 或者很多年前 是因为感染了流感 就出现了这个症状 一直都好不回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开始跟进它 当时出现这个问题 是发生过什么事 在同类疗剂 同类疗法的医疗 我们的技巧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追索 当时病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就要开始追索 去治疗当时的流感症状 要配上很多年前 或者十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 需要的疗剂 就不是用它的 目前整体表达的方面 来配药 好了 结果呢 那个病者 就要用到 Yupertorium 这个疗剂 是将它的问题 才是彻底解决了 好了 Yupertorium 其实它有什么 关键的症状 Yupertorium 是有高烧的 如果你有流感 有高烧 以及骨痛 记住 这个主要 差不多是Yupertorium 的症状 还有一个关键的症状 它就很喜欢喝冻水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看到这个症状 会想起轮 因为轮 喜欢喝冻水 Bionia 也有流感症的疗剂之下 都有头痛 但也很喜欢喝冻水 好了 还有一个关键症状 它很多时候 会尖寒 尖冻 还有 发烧是交替的 有时候 就觉得很喜欢发烧 但是发烧得来 有段时间 底子里又觉得很寒 很寒冷 很寒冷 这种 又发冷又发烧的时候 的症状 通常会出现在哪一种的病 我们所谓的药疾病 典型的药疾病 由蚊子 传播的一种 在热带的地方 很多 其实今时今日 在非洲很多国家 有很多南美洲国家 仍然有很多这些药疾病 也很多人因此而死 在这种病症 也有些人去旅行 去这些地方旅行 被拔咬了之后 患了这些药疾病 虽然用西药去处理过 去禁止了表面症状 但接着之后 很多年来 常常会出现发高烧 无名周期性的烧 也会出现 所以 亦帮助处理这类的药疾病 好了 还有一个关键症状 就是咳 那种咳 是很痛的咳 有感冒 有高烧 骨痛 有发暖发烈 交替性发暖发烈 还有很多时候 又要喝冬水 而且咳 咳得喉咙很痛很痛 这些就是典型的Yupatorium 但当然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是骨痛 因为其他的症状 其实很多地方 其他很多疗剂都会有的 但Yupatorium 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骨痛的症状 所以在某些时候 比如我们作为一个 在医务所 我们见到很多流感病人 尤其是禁旗 我们来香港每到冬天的时候 其实流感是特别多的 我最近都发现 好几个流感病人 的症状 是Yupatorium 这个症状 好了 通常就不需要很长时间 看看那个症状 通常你会问一下 看看他们是否很僵硬 如果这个症状 很硬 肌肉很实 他会经常靠绳 伸展 这就是Rustox 的刺 就是野角 如不想走 像很安全 經常想回家 但也惦记工作 想着工作,任何动作都不舒服, 这就是Bryonia, 因为Bryonia的关键症状是不想动, 因为动作令它痛, 如果感冒得来,加上肚射, 很多时候,这个是生癌的疗者, 但是如果有骨痛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之下, 你都会用Lupertorium 但是如果这个阵形很累, 温温痰痰,眼皮痣痣, 眼皮痣痣, 眼皮痣痣, 也不口渴, 你就会想着就是Jocemium, 黄素星, 当然,很严重的Jocemium, 我就会想到Bacteria, 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在处理的流感, 需要的时间都不太难, Bacteria 就是叫做野定草, 有时候我没有读错, 是清字哪一个定, 我就读过野定草, Bacteria Bacteria 是族名叫做 Wild Indigo, 亦是一种植物,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经常用得到的, 在流感时需要的疗剂, 好, 我曾经提及, 有时候, 他们会稳稳稳稳稳稳, 会稳稳稳稳, 当然, Jocemium有这个主要症状, Bacteria 其实也有, 也有头痛, 骨痛, 加上云, 记住, 凭你见到骨痛也很厉害, Upartorium 有时候会尖寒, 通常尖寒的寒, 那种感觉, 通常是神祖比较差, 神祖比较差, 他好像很口渴, 好像轮型的人很口渴, 还喝冰冻的水, 还有, 他周身的冤痛, 好像被人打过, 或者最重要, 他就直接说, 他好像骨头是断过的, 有些人觉得, 他的手腕骨关节断了, 叫你去检查, 他有没有受过伤, 如果你发现一个病人, 他就感觉自己的关节断了, 其实是一个感冒, 他可能没有什么事, 以前也没有事, 但一感冒, 他就觉得以前的旧患, 好像冤冤痛痛的骨头, 以前受伤的关节, 这种症状, 记住, Eubertorium 是需要考虑的, 好了, Eubertorium 还有一个很有用的资料症状, 很多时候, 他头痛得来, 头痛很胀胀的痛, 头痛到胀痛得来, 眼球都好像很冤痛, 眼球本身好像很冤痛那种感觉, 这种的症状, 头痛加上眼球冤痛, Eubertorium 好了, Eubertorium 我相信大家, 最有机会用得着, 在香港, 或者在我们的大城市里面, 最有机会用得着, 都是在流感季节里面, 经常用得着的疗剂, 好了, Eubertorium 有其他的应用的地方, 就是肝病, 譬如肝炎, 在早年, 1908年, 曾经出现过一种, 叫做黄热病, 当时, 在同学疗法, 1947年, 他就会用在这些黄热病, 其实是肝的问题, 高烧, 其实是因为肝病, 引发的高烧,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的, 很有趣, 我刚才说, 这个疗剂是可以处理药疾病, 药疾病通常在沼泽的地方, 容易脂身蚊脂的地方, 所以, 这种蓝草疗剂, 它生长的地方, 往往都是沼泽的潮湿, 这种地域, 是成长的, 所以, 很多时候, 上天的设计是很好, 你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的病, 是有地方性的药物, 在当地已经有了。 好了, 所以, 在药疾方面, 療剂, 也可用得着, 当然, 主要关键症状, 是骨痛, 肌肉, 很严重, 很严重。 好, 还有什么症状呢? 我刚才提及, 喉咙很痛, 喉咙很痛, 他会觉得很口干, 还会喜欢喝冰冻的水, 甚至乎吃雪糕, 他会觉得, 我吃雪糕会舒缓了喉咙痛, 当然喉咙痛很容易沙咙, 喉咙很容易沙咙, 大家都知道, 如果听过之前我们说的, Bionia 的疗剂, 你会看到, 它会出现肝咳, 骑骑声的肝咳, Bionia 的疗剂, 会咳到痛, 所以Bionia 的疗剂很快会移动, 因为有同时咳咳, 悶咳穿痛时, 尽ausWhat It's揭震 胸部之的ng 肌肉和黏膜, 当中致これは牵臨很怕痛, 这个亦是Yupertorian 的主要症状 我曾经所说过,很重要的是 周身冤痛、骨痛 就好像被人打过一身那种 一种Bruce feeling,很冤冤与与与的感觉 大家都记得,有什么症状 什么疗疗有这个症状呢? 就是生甘草,Aunica 有种症状,有种症状 Bacticia 也有一种很冤痛 周身好像被人打过雨晒那种感觉 跟Aunica很相似 Yupertorian 的症状 其实也有这种症状 当然,如果这种症状是因为跌倒引气 你就不会想着用Yupertorian 你就会用三甘车,Aunica 对不对? 好了,我和肝有病 肝病有关 所以有时会肝痛 可能是因为肝炎 或者黄胆出现 通常这种肝胆的毛病 是有什么症状呢? 通常是尿色很黄的 很深色的 但是那个症状是很浅色的 这种很典型的肝毛病 出现身体的症状 也会看到右肩骨 在右边的肝部 在右边的肝部 会觉得冤冤痛痛 所以这个疗剂是属于右边倾向的疗剂 因为肝始终是右边的肝部 身体很累 而且床上是会转移反側的 好像找不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去睡觉 因为身体的肌肉 骨 实在太过痛了 所以他在床上是转移反側的 所以他就在床上是转移反側的 好了,我刚才也提及了 这个疗剂也有一种扁头痛 或者很严重的头痛 也有一种充血性的头痛 或者很脏脏的 好像比勒多娜那样 比勒多娜那样 比勒多娜那种癫茄的症状 那种症状的头痛 比勒多娜那样很肿脏 好像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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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头痛也有些周期性的 可能每隔三天 或者每隔七天 那这种头痛得来 记住,很多时候眼球 本身也有很冤痛 很冤雨那种痛 这些都是 Beladonna 是主要可以用得着的范围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考虑用得着的 Beladonna 就是我曾经所说的 有肝胆的问题 肝的问题 但也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 其实也对 有时候这个痛风 人是特别怕冬 记住 有骨痛 这个其实很重要 Beladonna 其实主要关键的症状 它有骨痛 肌肉冤痛得很厉害 好了 如果你是有痛风 或者肝的问题 但你也有这个症状 其实你都可以考虑到 Yepertorium 当然一般的痛风的症状 如果加上 尿液很深色 还有 糞便很浅色 色素减弱了 这些全部都是跟肝胆的问题有关 好了 那 或者 和大家再解释一下 比如有些人 常常早上起床 会觉得他的口 好像有点 有点意味 口苦苦 其实通常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他的肝胆 大白或者大黄 那 通常人们 早上起床 有这种 异味 一种苦味 其实这个通常是说 表示我们的肝胆 是比较弱的 好 如果大家最重要 记得到 Yepertorium 重心的症状 就是骨折 即是骨头 是鸟痛的 肌肉 是鸟痛的 在处理的流感 今天我在诊所里面遇到很多病人 其实都是Yepertorium这种症状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详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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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